MJ最新一代的增長字毛液 大家好,我是莎莎 今天很開心可以使用MJ最新一代的增長字毛液 也是梳紙狀的字毛液 我個人很期待它的效果 而且我這次也會用MJ的化妝品 做一個比較型格的妝容 希望大家喜歡 首先我會用這個睫毛的精華液 幫睫毛做個修護 刷頭是波波狀的,非常有趣 而且很柔軟的,有彈性 在沿著睫毛那邊慢慢拉上去畫 我會用MJ打底睫毛液 它是一個半透明的顏色 它有打底的作用,可以保護睫毛 接著就用到最新一代的眼睫毛 它的刷頭也是我最喜歡的梳紙狀 你可以看到它一梳已經增長了很多很多 因為我本身是很短的字毛 現在可以塗上下眼睫毛了 會用梳紙形細梳那邊來塗上 你看到就算它重複塗好幾次 它也是不會交纏在一起的 這字毛也可以保持到一條條 畫完眼睫毛之後 已經看到眼睫毛很有神 但最重要還是要用眼線妝 才可以有形界的感覺 我選了一個黑色的pencil eyeliner 你可以看到它很容易畫到一條很完整的眼線 我現在會用這支eyeliner 可以畫一些很精細的眼線 以及可以勾畫出一個很好的線條 畫完眼線之後 就會用一個四色的藍色眼影 我用大邊去沾左下角的海藍色 塗好海藍色做底色之後 我會再沾右下角的深藍色 來做漸變的效果 我會用左上角的銀色眼影 我會用棉棒另一邊掃上去 我會選一隻粉紅色的胭脂 之後我會再加粉狀胭脂 我會用一些比較濃色的唇膏 我會用一些比較濃色的唇膏 去畫嘴巴 它是偏蝦肉色的 今天就完成了這個型格的藍色妝容 可以適合派對也可以 可以和朋友吃飯有些新意思 可以做好嗎? 我們換下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